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王七旅看世界,贵州第一大城市比三个贵阳五个上海还大,将打造西部巨城,贵州的历史非常悠久,是古人类的发想地之一,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在他们当地发现了很多有关于远古人类的化石还有遗址,这些都对我们国家的科学家研究,远古人类的起源提供了非常高的科学价值。 他们当地的地势非常特殊,主要是由山地、丘陵、盆地组成,是我们国家唯一一个没有任何平原的地方,不过这并不影响他们当地的发展,他们当地的经济非常发达,在我们国家非常著名。 那亲爱的小伙伴们,你知道贵州的第一大城市吗?它要比三个贵阳五个上海还大,将打造成西部巨城,这座城市就是遵义,说到这个地方相信大家都会想到他们当地的红色文化非常的浓厚, 为我们国家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在当地召开了非常著名的遵义会议,成为了党生子游关的转折点。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人们都将这个地方称之为转折之城,当地的人们都为拥有这样的事情感到特别的骄傲。 遵义位于贵州省的北部,交通非常发达,很多铁路高铁都是从这个地方经过。 当地的历史非常悠久,拥有着非常多的民生古迹和自然奇观,是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长寿之乡,明察之乡等等。 现在他们当地将迎来非常大的机遇,我们国家对于这个地方非常的重视。 在以后,我们国家会在当地建立铁路和公路的收鸟,将它打造成西部巨城。 他们当地的发展肯定会特别的出色,在很多方面都会有所突破,我们都会为此感到特别的高兴。 好了,今天的老王旗旅看世界就到这儿了,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转发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